跟著老師唱唱跳跳 幼兒園大班兒童年齡在五到六歲 是BNT疫苗試用對象 但他們卻遲遲排不到 這波兒童疫苗接種 家長真的好著急 兒童輝瑞BNT疫苗開打 五月二十五號起 年滿五歲就可以接種 其中台北桃園六歲以上的小學生 主要由學校造冊集體施打 未滿六歲的幼童也由幼兒園造冊 再安排和鄰近小學一起接種 雲林則安排接種站 五到十一歲都可以來打疫苗 新竹市更開闢幼兒園專案 專為五到六歲 還沒上小學的幼童接種輝瑞BNT疫苗 要上網預約或者是現場去排隊 但新北市台中市小學生由學校造冊 五到六歲幼童則只能由家長自行預約 醫療院所施打 不少家長反應根本搶不到名額 未滿六歲的小小孩成為被漏掉打不到疫苗的一群 以新北市來講我們五到六歲跟六到十一歲的比例是一比五 所以其實我們各校都已經安排好 都已經安排好施打的方式 入校施打跟鄰近相關的醫療院所都已經做好聯繫 新北市政府統計全市五到十一歲兒童 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人 其中二十一萬多人是小學生 已經有部分接種了莫德納疫苗 而五到六歲幼童兩萬多人 新北市教育局二十七號傍晚緊急宣布 幼兒園可以造冊施打 面對兒童重症快速增加 病發腦炎更成為奪命關鍵 不趕快打到疫苗 叫家長怎麼放心 近新聞牛子為劉威廷採訪報導